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来看今年夏天的高温 屡创历史记录 这让青年们感到非常的担忧 今天有上百名的学生 还有民众聚集在中正纪念堂 从清晨四点多开始 拼出了五千片的大型拼图 拼图上面的图案 就是一个青年抱着火烧的地球 呼吁政府正视气候变迁的议题 上百名学生站出来 一个接着一个说出 他们对气候变迁的担忧 从天还没亮就来到中正纪念堂 合力完成巨型拼图 早上是四点半起床 从大直骑脚车来到这里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这就像气候变迁一样 拼图上头的图案 就是一个青年抱着正在火烧的地球 学生们也写着明信片 给十年后的自己 问我未来的自己 然后当时的气候是怎样 然后我这十年来 有没有持续在进行一些环保行动 但是今年并没有台风 然后整个暑假都非常炎热 十年后很有可能全球升温 就已经超过1.5度C 那到时候我们会看到 很多冲击性的灾难 像是强降雨还有高温热浪 都是越来越常发生 2018年瑞典环保少女 桑伯格为气候罢克运动 唤起了台湾学生 对气候变迁的重视 环团呼吁台湾政府要积极回应 巴黎协定的减碳目标 华新闻木下翠林志纯台报道